918强震以及双池国庆连续豪大雨至今也超过一个多月了 而灾后的救助重建工作成为今天玉里正代会乡镇总直询的焦点 正代表吴钊成尤其针对市区灾损道路修建改善提出了直询 关注农民的正代表周鸾英对于受损农体的灌牌以及农地 直询请政公所协助农民减轻农民的农产损失 前脚0918强震双十国庆连驾驶的豪大雨借踵而至 玉里正不堪负荷成为了双重极端气候冲击下的总灾区 时至今日也有一个多月灾后相关的救助重建工作进度 成为了玉里正代会定期大会直询焦点 这个是地震代的一个路线图 严重的路线图 严重的路线图 有这么多处相信玉里正的所有道路损坏的 抢修已完整的 我们不说 现在我们 我刚才说的这些道路 在还是坑坑布布 除了污秽桥梁段 乌超城也尤其针对了市区地震毁损的道路 要求正公所尽早改善之外 关心农民权益的正代表周鸾英 对于河东 马乳 松浦 以及春日地区受损龙企的灌牌 以及农田 后续整地复原的部分 咨询请政公所协助农民减轻农民的农产损失 这样的规定就是说你们只要自己切解说你们之间是有口头契约的也是允许的 口头契约的部分也成立的就是了 但是这个部分必须要是他自己来切解如果他有不实的话那他自己要负法律责任 那现在就是民众有在反应他不是弃作也不是搅公粮 然后像这种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做补助吗 这个部分他是比较少数不再多数 那县府也在研议这一块是不是要另外增设这一个部分 但是目前还没有回应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那个客长到时候就反应跟农业处这边 做一些看看要怎么样协助农民这一块 面对政代表们执询关注地震灾后的救助重建 代理政长江东成与各相关客室主管人员也都全力以赴 代理政长江东成 感谢也期盼政代表们与玉里正民多一点的支持 少一些抱怨 大家团结一心 共同牺手走过这一条重建之路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